哪种体质的人群特别爱出汗 哪种体质的人群爱出汗呢 一就是 这种人经常动不动就出汗 满人体的气是起到一个固舍的作用 气虚之后固舍今夜的能力就会变差 今夜外出即出汗 第二就是阳虚体质的人 阳虚体质一般出的都是冷汗 肾阳不足 阳胃之气就虚弱 于是基表失去固舍 汗水就容易流出来 第三就是阴虚体质的人 阴虚体质会倒汗 阴虚不能制约阳气 阳热之气就会把今夜蒸发到体外 这种热是虚热 人醒后阳气也会从人的体内出来工作了 汗就止住了 第四就是湿热体质的人 湿热体质的人容易湿热上熏 一般头部会出汗 你想很多人一吃饭就满头大汗 多箭就是湿热体质 以上就是常见的四种容易自汗的体质 你是哪一种呢